第一項質詢,譚文豪議員 此外,近月有警務人員因涉嫌盜竊冰毒證物或走後襲擊同僚而被捕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五年,警務人員就毒品相關罪行被定罪的案件中訴 以及該等案件的詳情,包括案發日期、案情概述 涉及毒品的種類和數量以及成立的罪名 而鑑於拘捕警方打算推行計劃 就可能調任敏感崗位或升職的警務人員進行驗毒 但該計劃只屬自願性質 警方會否從全體警務人員中隨機抽選人員 接受突擊強制性的驗毒 並定名拒絕受驗的處分 以加強阻嚇力 如會長程為何 如否原因為何 及 三 警方有否就警務人員執勤期間內酒精濃度 定名限度 如有限度為何 有否隨機抽選 執勤中的警務人員 接受突擊強制性的酒精呼氣測試 如有詳情為何 包括過去五年 每年分別接受及拒絕測試的人次 體內酒精濃度超過限度的人次 及平均超出的幅度 以及有關警務人員受到的紀律處分 如沒有測試 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 主席 警隊一直重視人員的操守和行為 警務人員必須符合行為及紀律上的要求 也需要秉持警隊在公正、專業等各方面的價值觀 警務人員的行為 受警察紀律規例第232A章 以及警察通例的嚴格規管 除此以外 警務署亦以行政措施管理人員的紀律和操守 對於人員的一些不當行為作出訓斥 訓斥是屬行政措施 是為了即時介入 並制止人員一些不當的行為 加以糾正 以及令其他人員知道相關的行為是不當的 如果警方進一步調查發現需要作出其他行動 是會進行紀律或者刑事調查程序 對於任何違法違紀的行為 警隊必嚴肅跟進 並要求監管的人員 嚴格履行督道的責任 就所有違法違紀的個案 警方都會嚴肅調查和秉公處理絕不偏私 現就問題的各方面回答如下 一、過去五年 即是2015至2019年 共有六名正規的警務人員 因為干犯毒品相關的罪行被捕 涉及的罪行 包括管有危險藥物等當中 三人被法庭裁定罪成 包括第一宗 一名警務人員在2016年 因為管有危險藥物被判監兩個月 緩刑兩年 這名警員於同年被隔職 第二 一名警員在2018年 因為管有危險藥物被判監八個月 這名警務人員在2019年被隔職 以及第三 一名警員在2019年 因為管有危險藥物及其他罪行 被判十八個月的感化令 以及罰款五千元 令需要接受戒毒的治療 相關的紀律程序正在進行中 同期有兩人經調查之後 無條件釋放 還有一個是正在等候審訊 因此不應該在這個階段 去談論案件的細節 第二 警隊一直重視警務人員的誠訊管理 並且制定了誠訊管理綜合綱領 致力推廣人員正直和誠實的品格 監管人員的紀律和操守 透過四管齊下的方針予以推行 即是 一、教育和培育誠訊的文化 第二是管治以及監察 第三 情治和阻嚇 以及第四 融入和支援 警隊現時有三個行常的委員會 負責推行誠訊管理 由副署長管理 擔任主席的警隊誠訊管理委員會 成員包括廉政公署三名助理署長 負責制定和評估誠訊管理的策略 誠訊管理統籌委員會 以及單位的誠訊管理委員會 分別負責協調上述的工作 以及在總部單位和各個警區 推行有關的措施 二、為了進一步加強誠訊管理 警隊在上個月成立了誠訊審核行動小組 行動小組的目標包括 一、主動調查人員涉嫌嚴重違規違紀 甚至違法的行為 二、及早辨識有潛在風險的工作流程 加以改善 三、加強對人員行為操守的監察和監管制度 目前行動小組有15名成員 由警務署助理署長負責服務質素的帶領 直接向警務署署長匯報工作情況 行動小組就不同的計劃進行可行性研究 當中包括安排人員在入職或者調任敏感崗位之前 接受自願的驗讀 有關措施 目的是建立部門健康文化 加強預防違規行為 提高阻嚇作用 並且維持市民的信心 警隊管理層正是收集人員的意見 以其在保障人員私隱 以及預防違法行為之間取得平衡 計劃正在研究之中 第三、警務人員的行為 受警察紀律規例的嚴格規管 警察紀律規例裡 列明了十三項違紀的行為 例如 沒有許可或妥善 因由而善離職守 對良好秩序及紀律有損的行為 違反警察規例或任何書面或口頭的警察命令 其行為刻意致使公共服務升月受損等 因分罪而不適宜執行職務 屬於十三項其中一項的定名違紀行為 如警務人員違反警察紀律規例的定名違紀行為 警隊將案既定的程序採取紀律行動 如果人員被裁定違紀 警隊會根據案情的嚴重程度作出懲罰 包括對嚴重違紀的行為作出迫令退休或隔職等懲罰 在過去五年,即是2015年至2019年 警隊是沒有警務人員 就因分罪而不適宜執行職務 這一項違紀指控而被裁定違紀 就強制酒精呼氣測試的方面 現時香港只是有走後駕駛制定法律權力 其他情況並沒有這個權力 然而警隊在日常的管理中 都會要求人員有良好的操守和紀律 督道人員在他轄下的人員執勤前會作訓示 在檢察人員的衣著和移用期間 也會留意人員的精神狀況 如果有跡象顯示人員受走精影響 督道人員會作出適當的跟進 包括作出紀律調查 特區政府很明白公眾對紀律部隊人員的操守和紀律 有很高的期望 作為一支專業的紀律部隊 警隊有嚴謹的紀律和制度 處理人員的操守和行為 個別人員的違紀違法行為 不代表警隊的價值觀 我們也不應該因為極少的個別個案 抹殺了其他盡忠職守的警務人員的付出和努力 違法違紀的人員要負上個人責任 如果有任何人員涉嫌違法違紀 警隊都會按照機制嚴肅跟進 作出調查和採取所需的行動 多謝主席 譚文豪議員 主席 你可以看看李家超局長所說的警務人員 笑得多開心 多麼燦爛的笑容 不知道的話以為他拿一支水槍和小朋友玩 但原來這些人拿著武器 其實是否有些奇怪 為何執行警務的警務人員拿著武器 向市民攻擊的時候 是面露笑容那麼燦爛的呢 只不然你會看到 在過去大家看到警隊裡面 賣兵的又賣兵 販毒的又販毒 為何問出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針對一個點的 在過去我們都知道 譬如你說開車 什麼叫罪駕 有一個很標準的定義 究竟是血液裡面多少含量多少 但是沒有的 你這裡就這樣說是 因婚罪而不適宜執行職責 不如以後開車那些都是這樣說 因婚罪而不適宜駕駛就可以了 不需要有一個指標 為何可以完全沒有指標呢 還有抽樣檢查這件事 你不要以為是針對警隊 因為你不要忘記警察在一個位置 是很多時候會處理生死的 去一個擦槍走火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很多職業包括 可以說包括飛機師 其實都是很快去到問題 譚文浩議員提出你的根據 很快的了 都會有這個抽樣檢查的 是有這件事的 很多不同的職業其實都有的 甚至我們的專業運動員都有的 為何警隊不考慮將這件事作為一個需要做的事 就是抽查警務人員有沒有一些吸毒 又或者是淤酒的問題呢 麻煩你 局長 謝謝主席 首先針對單一照片 我們多次都說 只憑一張照片 角度 前一後果都沒有是不確性的 也有些情況 警務人員用盾牌去遮住一些市民 逃避 或者某些暴徒釘石 在另一個角度 被人說是驅趕市民這些 所以我們不會評論一些照片裡面的實際情況 至於在針對警務人員 他當間的時候 有沒有受酒精影響呢 現在警隊所推行的計劃 是一個加強版來的 也是希望建立一個文化 去令到警務人員在執勤裡面 確保他們的操守和紀律是嚴格的 主題答案我都說得很清楚 我們是沒有法律去強迫任何人 除了在走後駕駛之後做酒精測試的 警隊已經因為在這方面 希望加強在紀律的管理而自發性 去增加了這個措施 包括自願驗毒 令到警隊在這方面的文化更加健康 以及調去一些敏感職位 例如一些掃毒 反黑社會等等的單位 對於他們的品格要求更高 這個已經是大家應該認同警隊在這方面 希望推廣這個工作的 多謝主席 沒有答理有什麼問題 主席 剛才我們說到 因婚罪而不適而執行職務 這個為什麼因婚罪就這樣解釋 而不是有一個很客觀的一個科學的標準 就是好像罪駕的一個道理 為什麼沒有呢 局長有沒有補充 多謝主席 如果看罪駕我們定一個指標 我們講的是這個指標 過了這個指標就犯了罪駕這個罪行 他不是去等同那個人是不是喝醉 因為喝醉與否每個人的身體狀況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明確知道 就算我們定一個罪駕條例 那個指標 我們都是說過了這個指標 法律上去違反 這個呢 和現實上 他是不是分罪呢 是沒有直接可以拿出一個很科學性的定義的 但是呢 在警方去處理這些同事在出勤之前 他的狀態呢 是觀察和看完結果的 當他發覺如果有一個警務人員 他覺得在這方面可能需要處理 當然他會有一個程序 包括見面 留意他的行為 態度等等 是針對整體的結果 而去處理他的行為 多謝主席 涂謹申爺 政府說呢 有三個行常委員會負責去推行誠訊管理 由我們的局長來回答得很諷刺 因為他擔任了這麼多年的警隊高層 這幾個行常委員會他有份牽涉的 但是就做到現在這樣 現在他還說回答了一個 就上月再成立一個叫 誠訊審核行動小組 不看就嚇死 不看就笑死 看就真的嚇死 他說 及早辨識有潛在風險的工作流程 這些警隊 由局長做CID開始已經知道了 他做管理層這麼久 現在這個誠訊審核行動小組 加了些什麼呢 其實局長是有責任的 當他做警隊高層的時候都 主席我想問的問題就是 其實現在究竟警察 是不是出了一些心理的 或者狀態 或者叫做問題 就是因為經過被我們局長 或者處長 或者特首 不斷去洗腦 就算你用極端的嚴重 暴力 來對待示威者 和平的示威者 甚至露出就先譚文豪議員 給大家看那張照片的真靈的笑容 都仍然是正義的 有道理的 不用怕的 情有可原的 其實這個 是不是才是我們現在面對 不合理的警暴的問題呢 以及這些毒品的罪行的問題呢 局長 謝謝主持 剛才的評論是不公道的 為什麼呢 任何一個團體 我們要求它做一個 有制度去監管它的紀律 是我們應該要求的 最主要就是它有什麼制度去處理 任何人的違紀、違法行為 在一個大的部門裏面 有人未必完全遵守紀律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的 不同部門 或者不同組織 甚至我們現在立法會 都有很多不守規則的事情 我們希望有一個制度去懲處它 這個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很感謝警隊 除了有這麼多的誠信管理制度之外 它還去加強我們誠信審核 行動小組這個概念 更有效地去處理 如果個別警務人員 它真的有違反紀律的一些個案 而事實上 大家看到 我在多次立法會也都說了 警務人員如果真是違紀 警隊是會處理它 我們是應該去支持一個 可以去有效管治 違反紀律的一個制度 當然我們不希望看到 違反紀律的事情出現 但是事實上這個世界 永遠都沒有完美的人或者制度 但是不斷改善是應該的 所以加強了這方面的制度的監管 我們應該支持 當然怎樣繼續優化 如果有意見我們都聽 但是對一個這麼積極去維護自己 警隊的紀律 而制定出來的一個新的政策 我們應該予以支持 多謝主席 林卓廷議員 主席 早前西九龍反黑組 緝毒就變成反毒 私吞過千萬的冰毒 震驚全港市民 警隊的操守 敗壞的程度 亦都令到全港市民非常之心寒 主席 警務署副署長郭蔭樹 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談及剛才陶近新議員提及的小組 就說他們會以靈枉無縱 他的說話是靈枉無縱 不是靈中無枉 去震懾這些違紀 誠信有規的問題 現在我看回局長的答案 他就說這些人員 如果要入職敏感崗位前 就要接受自願驗毒 我想問問局長 如果郭蔭樹署長說要靈枉無縱 震懾一些違紀的人員 誠信有規的人員 你叫他們自願驗毒 有什麼效果呢 我很肯定 你如果自願驗毒的話 就一定是百分之一百沒有吸毒 沒有理由吸完毒 就用來驗毒 沒有理由蠢得這麼交關 雖然水平不高 也沒有理由這麼蠢 你不要在這裡浪費公帑 搞這些事情出來 也令到市民質疑 其實現在警隊的吸毒問題 是不是已經嚴重到 要大規模找警員去驗毒 我想請局長回應一下 局長 多謝主席 警隊的紀律是言明的 當有警務人員違紀 當然我們會嚴肅處理 在回答剛才的問題 我亦都給出一個數字 是警隊在對自己警務人員 當它違法 如果才有毒品的執法結果 所以證明警隊是認真處理自己部門 如果有違紀的行為 或者違法的行為 在這方面警隊的 推出這個計劃 不是因為警隊出了什麼問題 而是更加加強 在誠信和紀律管理方面的一個舉措 這個也是一個正面的措施 我們應該是支持的 我們亦都不能要求警隊違法去管理自己的隊伍 法律上面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才可以做的 不能夠違法去要求 沒有法律基礎 而要求警務人員去通過任何一些 它自己可以在法律上是不需要遵從的一些要求的 但是在建立一個健康的文化 通過一個這樣的計劃去做 會發出一個很強烈的訊息 在管理層 它要求警務人員在這方面的措審和標準 為什麼選擇了一些敏感的單位 又或者入職之前去做這些呢 當然如果入職之前選擇不做的 那我們當然有權去不接納它 參加警務人員這個申請 好了 當它已經是警務人員 我們都要依法去履行紀律管理的 所以現在警務人員要求他在自願性考慮做驗讀 這個首先是一個文化的建立 剛才我主席答案講得很清楚 而國副署長也都指出 他會帶頭做一個模範 去建立這個健康的文化 我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全心全意 將自己部門的紀律再提升 會有立法會議員共反對呢 我們不是希望警隊在紀律方面做到最好嗎 所以我是支持警隊這個計劃的 多謝主席 沒有回答你什麼問題 主席 我剛才的問題的核心就是說 自願驗讀肯定是百分之一百 沒有問題的啦 你搞過這樣的計劃出來 其實就是給一個虛假的數字 在騙公眾、騙警隊自己 他沒有直接回答我這個問題 主席 局長有沒有補充 我不認同剛才林議員所說的 所說的話 其實整個計劃裡面 第一 如果他不接受驗讀 在入職的時候拒絕了他 這個肯定有效啦 另外在現職的人 我們也提升了文化水平 對於這個 健康去執行自己職務的一個機制 我看不到為什麼會受到這樣的批評 大家應該鼓勵警隊更加做多這些 不斷的提升紀律的一些制度 多謝主席 第二項質詢 李維琼議員 有什麼問題 規則問題 因為其實在補充質詢的累計數目 其實是我只有五次 林卓廷議員是六次的 剛才我一早已經按了制 我不明白為什麼主席是給了林卓廷議員發言 才不是給我 你在同一條問題 可以的 一定是未先問過 不是啊 之前石禮謙議員都是用這個方法 來不斷來追問的 你那時候也容許的 一向都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不明白 規則不是 有沒有搞錯啊 那時候石禮謙議員就是這樣做 然後你說是可以 因為他這樣按 一定不會是這樣做 當然是啦主席 你不必在爭 有沒有搞錯 之前看著是這樣 石禮謙議員問那個空置稅 他就不斷在那裡按制 連續連發兩至三次 就是因為他的累積的數字是低 所以你容許他這樣發言 譚文豪議員 若果你不明白 不是不明白 是你這樣開了先例的之前 你可以來問我 或者去問這個秘書處 之前你是容許的 因為 完全是不會容許的 肯定有 之前是石禮謙 我記得很清楚的 空置稅 你可以找回那個出來 有那怎麼辦 有的話 你是不是給我一個緊急質詢 叫回這家室上來 現在不是辯論時間 請你坐下 有啊 有什麼規程問題 主席 剛剛那個規程問題有意義的 不過就是因為我以前問過的 餘業問題 我同樣遇到這個問題 都是被其他議員問了 因為那條質詢是我提出 第一個跟進質詢是我做的 但是被其他議員問完之後 我才可以再農給我 就算那時候我只是問過最低的數目也好 請你不需要幫我解釋 這個是議事規則 這個是議事規則 一直是這樣做的 議員說什麼都未必是根據事實的 我會想說什麼都未必是根據 我們是根據 平安 cela 聲明可以記住